中四快捷华文单元 五 江城子蜜周初列 江城子蜜周初列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氏创作的一首词 这首词风格豪放 在当时的词坛上显得别具一格 与众不同 苏氏姓苏明氏 字字詹 但人们一般称他为苏东坡 这来源于他的号东坡居士 他曾经因为与朝中的当权者政见不同 而被贬到黄州、金湖北黄岗 由于生活贫困 缺少粮食 他不得不带着家人 在黄州东面的山坡上开荒种田 他的号东坡便由此而来 苏氏学识广博 多才多艺 他不但创作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诗词和文章 而且在书法和绘画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苏氏是一个乐观的人 从未被生活的磨难所压倒 即使身处困境 他仍然能够以豁达的心胸 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 虽然在官场上不断受到排挤和打压 但苏氏并未因此而变得消沉 他始终怀有报效国家的满腔热忱 公元1074年 他被派往密州、金山东诸城 担任当地的地方官 第二年 他因天气干旱 而去当地的山上主持求雨的仪式 返回时 他与众人在郊外打了一次猎 并将打猎的经过写成了一首词 将成子密州出猎 老夫辽发少年狂 左千黄 右情仓 紧冒雕囚 千计卷平刚 卫报清城随太守 亲涉虎 看孙郎 久憨凶胆上开张 并微霜 又何妨 迟节云中 何日浅逢堂 会晚雕宫如满月 西北望 涉天狼 这首词分上下两片 上片写事 下片抒情 整首词气势豪迈 慷慨激昂 苏氏虽然自称老夫 但在词中表现出的是一种 年轻人的豪放与激情 他一副猎人的装扮 带着黄狗 苍鹰 与大队人马 在平坦的山岗上 追逐猎物 他勉励自己 要像三国时的孙权那样 射杀猛虎 一展雄姿 虽然苏氏已经不算年轻 但他觉得自己胆气豪壮 两鬓的白发并不影响 他为国效力 他举了一个典故 西汉时 云中郡太守卫上 因为犯错而被治罪 后来朝廷接受了逢唐的意见 让魏上官复原职 苏氏希望自己也能得到重用 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奔赴西北前线 实现杀敌报国的梦想 这首词上片描写 打猎的场景 下片笔锋一转 表现出要保家为国 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整首词气势雄魂 境界开阔 充分体现了苏氏广阔的胸怀 与高远的志向 生词朗读 扁 梁氏 或打 万腔 双 浅 万 豪迈 勉力 朝廷 礼峰 词语教学 中四快捷华文单元 五 将成子 密周出列 扁 解释 降低官职或价值 例句 一 他原本是一位大官 但是因为得罪了皇帝 结果被贬到偏远的地方 当一个小官 粮食 解释 供食用的穀物 豆类和鼠类的统称 例句 一 那个军队之所以打了败仗 是因为缺乏粮食 士兵没有足够的食物吃 或打 解释 性格开朗 气量大 搭配 获达开朗 获达乐观 胸襟获达 例句 一 他为人获达开朗 不会为了小事斤斤计较 二 我们面对挫折时 应该保持获达乐观的心态 不能消极面对 满腔 解释 充满心中 搭配 满腔热情 满腔热血 满腔怒火 满腔热尘 壁句 一 他们都是满腔热血的军人 为了保卫国家 视死如归 霜 解释 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时 接近地面空气中所含的水气 在地面物体上凝结成的白色冰晶 比喻白色 历句 一 寒冷的冬天 地面上凝结了一层冰霜 二 月光照在地上 地面上像被一层霜覆盖着 浅 解释 派出去 历句 一 那个大国经常派遣军队到战乱国家 帮助维持区域的和平 二 那个通缉犯已经被国际刑警逮捕 并且遣送回国 晚 解释 搭 历句 一 那对年老夫妻挽着手在河边散步 二 他挽弓射出第一箭 一箭就射中靶心 豪迈 解释 气魄大 勇往直前 搭配 气势豪迈 历句 一 李白的诗奔放豪迈 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 二 那群运动员气势豪迈 在比赛中不畏困难 勇往直前 勉励 解释 劝人努力 鼓励 历句 一 老师勉励同学们继续努力学习 一定能考到好成绩 二 面对困难时 同学们要互相勉励 一起克服困难 朝廷 朝廷 解释 君主时代 君主听政的地方 也只以君主为首的中央统治机构 历句 历句 如果朝廷不派大军支援 将军就守不住那座城了 二 得到朝廷的援助 老百姓的生活 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改善 笔锋 解释 毛笔的尖端 借指书画的笔试或文章的锋芒 搭配 笔锋一转 笔锋犀 笔锋 一 那位作家笔锋犀 写出来的文章一针见血 二 这个故事原本是个悲剧 但是作家 在故事结尾笔锋一转 给了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